今年2月南投现一辆黑色轿车车速飞快 过弯时时速撞上电线杆 车辆撞成废铁严重变形 造成一死一伤 驾驶送医后抽鞋检验酒测值1.03毫克 还有上个月高雄一辆百万轿车酒家上路 撞上红色休旅车 车头凹陷板井突起 警方送医抽鞋检验酒测值明显超标 喝得醉醺醺却酒家上路 如果驾驶因为伤重无法酒测或是拒绝酒测 远景可以将人送医强制验血 25号大法官判决 警方将驾驶强制送医的行为 违反宪法 大法官认为强制送医抵出宪法 保护人生权自由权以及隐私权 因此相关机关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修法 以后警方都要向检察官取得鉴定许可书 除非遇到情况紧迫 怕驾驶酒精代谢完或是证据消失 就可以先送医 但还是要在24小时内向检方惩报 一定要先有怀疑 你有吸毒或者是你有酒驾之后 你才能够说 我要求你去做酒精测订 今年初高雄才发生一家四口 遭酒驾累犯撞成一死三重伤 酒驾林荣润已经是社会共识 虽然释线后基于保障人权 得先走繁琐流程 民众还是不可心存侥幸 就家上路 今集闻抓住家 跟养卖采访报道